縱使是我錯好了 可是因為已經發生這種 它現在是燒 改天我睡睡覺 床也燒起來 煮焚都燒起來 冒清煙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一點 太危險了啦 你覺得這邊燒車後面燒什麼 什麼東西都煩惱了 整個人都煩惱了 下次就燒紙錢給我 有沒有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每天 因為已經經過這個事情 你會有陰影啦 你會有陰影 你看什麼好像都 是不是有那個膠胃 都會有這種陰影 那燒紙錢還會講 死鬼 要燒一台車給我這樣 所以這太可怕 太可怕了 游醫師 這如果是你 要怎麼樣 其實就法律來講 因為他是公共危險罪 所以這個是公訴罪 所以那個刑事案件 一定會繼續正辦下去 那 這如果是你母 我可能至少我會分開一陣子 因為其實那個前一哥講的 這個很正確就是說 你真的 你經歷過那一次 你心裡會一直有陰影 其實像剛剛那個小峰講的 那恐怖情人 其實這個陰影 如果這是你要有碰過的 如果你真的有碰過的人 你就會知道那個陰影是多麼可怕 會揮之不去的 所以因為我碰過很多案件 就是這樣子 就是說 而且這種恐怖情人 你沒有給他一個 一個實際的轉捩點 或是一個改變的話 他會一直持續下去 公共危險罪多多 就我們剛剛講 如果他因為是 如果是先生的車的話 就一年以上七年以下 所以如果你用這個 這樣就一定要關 基本上關的機會是有的 因為他那個現場的狀況看起來 如果這樣不然去不關 你會去那裡看嗎 應該是會啦 應該是會啦 沒有啦 他在卡車燒掉 這應該是不會 這應該是恩斷義絕 恩斷義絕 我看的時候是有詐欄的 應該是滿安全的 不會被他危害到 就是你去監獄看監 探監的時候 那是有隔起來的 所以是安全的 他也沒有打合機 收起來 是安全的 我們要講就是說 如果你要這個室友去離婚的話 其實基本上也是有可能 因為他 用這種室友 對 因為他是把東西燒掉了 一個 怎麼講 要造成很大的公共危險 如果他被判刑的話 其實我們民法裡面 這個是可以當作離婚的室友 但是老公就外遇 他當然那麼生氣 生氣也不能這樣子處理 你這樣子處理太 太極端了 就是說我覺得他不是 已經不是要處理 婚姻的事情 他已經含有 他要報復你 想要 而且那個車子 其實不顧及別人的安全 對 而且不顧及別人的安全 那如果今天 你看他今天可以燒車了 那明天是不是就燒房子 對不對 今天燒車 你今天燒這個車 我不知道他貸款繳完了沒有 因為新車可能會有貸款 對不對 你車子你還有負擔貸款 那這個貸款你會繳嗎 不可能 所以太太這樣太極端了 那不極端的做法是什麼 理性的做法是什麼 理性做法就是你當然就是 車子過戶到我名字下 你剛剛要車子啊 車站移轉 對 車站移轉給我啊 你懷疑那個車子欠車亂搞 那車子給我用 車子過戶到我名下 不然就是說 可是那味道除不掉啊 車子